8月21号,巴黎奥运会双杠冠军邹靖元乘坐飞机回到家乡四川,在成都双流机场迎接这位双杠王的,除了亲友、鲜花、掌声,还有伦敦奥运会双杠冠军,四川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冯哲。 在巴黎奥运会竞技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,邹靖元以16.2的高分获得金牌,蝉联该项目奥运冠军,成功未免。 谈及邹靖元在巴黎奥运会双杠决赛的表现,伦敦双杠王冯哲笑着表示,邹靖元的双杠是自己和自己比。 据悉,冯哲几乎看完了邹靖元在巴黎奥运会的所有比赛,双杠决赛出分时,甚至激动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。 在冯哲看来,经济体育是残酷的,走下领奖台,一切重新开始,希望未来邹靖元能没有负担地走向赛场,尽情享受运动生涯每一个阶段。 其实我们可以让他们享受运动的生活,运动的一个阶段,然后能够没有负担地去参加到赛场,因为这个竞技体育是很残酷的,选择了这条路,肯定大家都背负了很多责任, 还有背负了很多一些自己不可描述的东西,自己在成长,所以说让他们好好享受他们在运动生涯当中的这些快乐时光也好,还是低谷也好, 让他们能够感受体育带来的魅力,然后与此同时能够把奥运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人。 从14岁入选国家队,19岁成为世界冠军,再到26岁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二位双杠未免冠军。 虽然邹靖元在体操领域在于无数,但遗憾也已收获并存。 此次巴黎奥运会体操男团决赛与金牌失之交臂后,邹靖元也一度泪洒现场。 邹靖元对没有拿到团体金牌虽充满遗憾,但在他看来,团体赛的金牌是中国所有体操人努力的证明, 他永远将团体金牌的重要性放在双岗之前。 其实当得分下来那一课,其实我是心情很平静的, 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去解释我当时的那种平静。 但是当我看到了日本队那么多年交手的队手,他们的教练, 然后当时激动地哭了,然后我突然一下子懵懵住了, 我说我也是我们教练组,还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, 拼了那么多年,然后中日一直在拼嘛, 然后从2016年之后,然后日本拿了团体金牌, 然后再到我们是2012年拿的,我们其实逝得了很久, 然后就没有拿到,然后让他们16年拿到了之后, 然后在2024年又拿到了,他们虽然也经历了很多,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经历了很多,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奥运赛场上的仓库。 因为伤病,奥运赛台下的邹靖元总是扶着冰带, 但寒冰,南凉热血,这位双岗王已为自己新奥运周期做了规划。 面对后面的比赛嘛,然后也是新的周期, 也是为洛杉矶奥运会,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, 采取一些治疗手段,我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, 还有国家那么强的护盾,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, 然后也希望大家放心,然后有大家的支持, 然后也有国家的帮助,觉得是没问题的。